你知道这年头做美国总统有多不容易吗 每天被地表最强的男人拿捏 甚至只能靠开网约车狗活于世 任牙把奥里巴的老婆睡了 凯巴尔就看着被打死 简直不要太倒霉 完事儿奥里巴尔竟然还对着任牙无比感激 在奥里巴尔的心中 只要女生开心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比赛结束 为奥里巴尔欢呼的时候 凯巴尔竟然再次爬了起来 画上了象征的勇士的图屯后 凯巴尔再次回到了战场 奥里巴尔被凯巴尔一脚踢得半年爬不起来 看似是被打懵了 可一旁的任牙却知道 奥里巴尔根本没有用权力 凯巴尔实在是太弱小了 几万有了疯的加持 他也有信心运行赞掉这个男人 凯巴尔一体一直以来だろう 所以发生力量之大几乎 把凯巴尔打得恐恐患散 没了性命 然而作为一国之主 凯巴尔承戴着引领穷古人民翻身 打败万恶的资本主义的使命 怎么能就此败给一个美国人 只要还有一口气 他就不会认输 奥里巴尔控制心脏的供血速度 让全身的血管 因为血压的增加而膨胀 终于 这个男人从对决至今 第一次握紧了拳头 作为美国最强男人 奥里巴尔以一米八的身高 承担了真正三百斤的肌肉 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但在凯巴尔看来 无论是拳击相扶 还是中国武术 再强大的力量 如果没有地面的知识 都无法真正的发挥出来 而凯巴尔的力量来源 干脆剥离了地表 做到了直接吸取地窍深处的 无敌力量 他公众都没行 全程监视着监狱的战斗 翻马勇斯郎一边看着比赛 一边搭乘着白宫的车队 向着监狱进发 而他的司机 竟然是当今的美国总统白登 如此排面 也就地表最强男人可以享受了 就在几分钟前 翻马勇斯郎在凯巴尔手下的眼皮子底下 把总统抢了过来 其目的就是要找凯巴尔较量一番 用地桥拳打爆了奥利巴之后 凯巴尔进行地享受着人们的欢呼 就在这时 翻马勇斯郎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凯巴尔的想象 一般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 就是在做梦 其实早在两人对决的刹那 奥利巴尔就已经用自己的拳头 将凯巴尔打得失去了意识 所谓以后三郎出现 不过是凯巴尔昏迷后的幻觉罢了 这就是奥利巴尔的真实实力吗 人牙难以置信 殊不知 如果不是奥利巴尔的牙齿 以他肌肉的力量 甚至可以直接爆炸 毁掉整座监狱 不复